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本节课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当中的我们链表当中最后一个知识点就是静态链表 好的我们本节课这个知识点是什么呢 静态 静态链表谈到我们这个静态链表的话呢它什么意思呢 它是用数组来表示链表用数组元素的下标来模拟带链表的指针指针 它是什么呢 用数组表示 单链表 用数组元素的 下标 模拟什么呢 单链表的指针 好的 静态链表的每个数组元素 它有两个预构成 它有两个预构成 一个呢 是我们的data预 就是数据 传放数据元素 啊跟我们的这个呃单链表是一样的 是由 每个啊它跟我们双链表是一样的 数组 它有什么呢 两个预 构成 两个预构成 为这个 data预 还有就是我们的指针域 指针域 这段域呢 它存放的是数据元素 指针域的话呢 它存放的是我们元素的 后继元素 所在的数组下标 由于呢 它是利用数组定义的 我们的静态 链表呢 它是因为数组所定义的 它属于静态存储分配 因此呢 它就叫做静态链表 这是它的这个 来历所在 然后呢下面的我们来看一下静态链表的存储结构 静态 链表的 存储结构 Cost Cost 首先Cost int MaxSize 等于100 我们这是100呢 它只是我们这个视力数据 可以根据实际问题呢 来具体的定义 我们这一块呢 暂时给它定义为100 然后呢 来定义我们的这个结构体 Template Class DataType Struct Node 在我们结构体里面呢 首先呢 我们定义这个DataType 它表示不确定的这个数据类型 Data Type定义一个Data 就是我们的数据域 数据域 然后呢 定义这个 应层 Next 这是我们的指针域 是我们的指针域 我们这一块呢 要看到我们的指针域它的类型呢跟我们前面的呃单链表或者双向链表的指针域是不一样的 双向单链表的话呢它的这个指针域的类型呢它是s node的 而这一块指针域呢它是inter型的 它的意思呢就只是说是我们这个数据的下标而已 然后呢最后呢是这个s 超市 bass max size 就相当于是一个 呃数组 相当于是一个数组 当然我们这个太不提饭 可以这样加上一个太不提饭 当然了他们呢 可以把它们放到我们这个后面 好的 在我们静态链表当中呢 进行我们插入操作的时候呢 首先是从这个空闲链的最前端 摘下一个节点 并且呢 将这个节点呢 插入到静态链表当中 插入到静态链表当中 在删除 在进行删除操作的时候呢 将被删除节点 从静态链表当中摘下 再插入到空闲链的最前端 再插入到空闲链的最前端 静态链表呢 它虽然是用数组来存储 线性表的元素 但是呢 在插入和删除操作的时候呢 只需要修改游标 不需要 移动表当中的元素 从而改进了 在顺序表当中插入和删除 操作需要移动大量元素的缺点 但是呢 它没有解决连续存储 分配带来的表长难以确定的问题 这是我们静态链表 和单线表的一般链表的区别 和一般的所在之处 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静态链表的插入和删除 我们在这块呢 不来实现 让大家呢 自行来实现 也就是我们这几个的作业 作业 自行 实现 静态链链表的插入和删除操作 好的 关于我们这个静态链表呢 知识点呢 我们就简单的讲解这些 因为它呢 呃 也是我们这个 在链表当中呢 出现几率不高的一个知识点 好的 我们这几个内容呢 就包括这些 谢谢大家